上时这部电视剧那么多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 整部剧洋溢着的淡淡的古雅之风 以一个做饭工人的视角来展开的 虽然有女主开了金手指笑到了最后 走上人生巅峰的这种大女主剧的套路 可能关注到宫廷中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感情命运也世俗不易 别人都羡慕宫中的富丽堂皇 可其中的凶险惊涛又吞没了多少人 妖子金进宫做御厨的原因看起来可笑 可也是实情 只不过没人相信罢了 为什么她对皇太孙朱瞻姬那么关注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的话 定会笑她一个低贱的奴婢竟然痴心妄想 会成为一个笑柄的 其实她可不简单呀 孙氏之女本应该是皇太孙妃的人 结果因为一个祥瑞 皇太孙妃称了胡氏之女 所以嘛她进宫来了 想看看自己本要嫁的这个皇太孙 长成个什么样的人 毕竟小时候见过还颇为轻暮 千方百计的接近 发现皇太孙果然聪慧优秀 哪个少女不怀春 姚子金也不例外 可在皇太孙和皇太孙妃有间隙的时候 她还是劝说皇太孙去找太孙妃 即使心痛 可也不愿意太孙有心中欲见 当时这个姚子金一定会认为自己很伟大 恐怕还暗暗地自我感动了一把 可结果更让她心碎 皇太孙和皇太孙妃没有和好 而皇太孙拿她撒气 这时候她的满腔心悦被浇了一盆凉水 是啊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奴婢罢了 可以用来撒气打骂 是动辄得救的 这时候她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奴婢 是皇太孙心中就是一个可以随意对待的人 根本就不值一提 还有比这更让人难堪的是吗 所以她扔掉了那本自己一直想看的书 这表明她已经开始在心中放下对皇太孙的幻想 证实自己的这份心悦到底是心悦皇太孙本人 还是心悦自己心中对皇太孙的那个幻想了 在以后的相处中 她越发觉得自己心悦的是自己对皇太孙的幻想 所以呢 她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去逃避皇太孙了 可并不彻底 为什么 断舍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 那是什么让她彻底地对皇太孙朱瞻基死心了呢 其实只不过是朱瞻基的一句话而已 当时她正在灯笼上画画 皇太孙朱瞻基来了 两人讨论猫 欲待机风 最后皇太孙朱瞻基说了一句话 此次皇爷爷命我去视察河宫 兼修河道 不知何时才能回京 陪我一道去吧 何其的轻描淡写呀 请问她姚子金以什么身份去呢 皇太孙朱瞻基又置她于河地呢 只因为她是奴婢 就没有尊严不要清白了吗 只因为她是奴婢 就会被皇太孙如此轻贱 她喜欢的竟然会是这种人 这该多让人失望呀 拿着宫灯回去后 又看到被打得双甲红肿的子平 只因为子平在猝球场上赢了五彩人 就被打了三十个耳光 子平不甘心 为什么同样为人 那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们 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看 随意折辱打骂 其实她才是真的傻 皇太孙也只不过是 这些贵人中的一个而已 自己简直是猪油蒙了心 竟然还跑到人家皇太孙面前 说自己心悦她 这不是勇敢 而是鲁莽 甚至是愚蠢 踩碎了宫灯 告别了心中的幻影 剩下的 也只不过是如何抽身离去罢了 你瞧 从心悦到幻灭 也只不过是一件事 一句话而已 可这看起来是孙氏姚子金玻璃心 其实不是的 见微之助 从一件事中能看出许多东西的 皇太孙会迁怒她 为何不去找皇太孙妃的麻烦 迁怒皇太孙妃呢 还不是舍不得 她姚子金在皇太孙眼里 什么也不是 才会被随便对待 而皇太孙的一句话 子平的被打 让她更清醒的认识到 在这些打官贵人的眼中 他们连人都不是 宫灯碎了 姚子金的断舍离也完成了 虽然我也猜得到 姚氏既然来了皇宫 这个冰冷的地方 又怎么会轻易地离开呢 编剧不答应呀 可不得不说 女主的心理成长历程 还是非常细腻而完整的 丝滑顺畅 很有意思 很期待后面的剧情 看编剧如何把这一坑填起来 让姚子金这冷了的心 死灰复燃 重新活过来了 谢谢大家